就連續假期剛剛過 十月二號台南的派出所 就有民眾報案 他撿到月餅 盒子裡的月餅看來很完整 但是卻爬滿螞蟻 被民眾撿到的月餅 已經爬了螞蟻 看看外面的包裝 根本沒有抱存期限的標示 民眾撿到東西送進派出所 遠景都會放進鐵櫃加以保存 但是這盒月餅 是前一天一名男子撿到派出所的 沒有保存期限 沒有特別的標示 但是還爬滿螞蟻 該怎麼處理讓園景耗傷腦筋 是有一些螞蟻在上面 可能有部分有變質的情形 那我們說一規定 那要怎麼來處理這個月餅 一般針對我們那個 義福快的食品的話 我們會告知這個時德人說 如果沒有人認領的話 由我們分局 因為他這個已經有點壞掉的情形 我們會直接淨於銷毀 原來依照物品的價值 時德物在十五天 到半年之後 沒有人認領的話 警方才可以處理 食物屬於義福類依法可以拍賣 不過拍賣的手續相當冗長 這一盒爬過螞蟻的月餅 恐怕除了過期之外 也會發人問津 依民法的規定 針對義福快的物品 不過他沒有超過保存期限的話 我們依程序 由機關擬定底價 然後我們會公告來拍賣 或者我們禁以市價來變賣 然後並保管變賣之後的價金 警方表示類似的食品 都會先徵詢撿到民眾的意見 真的過期或是腐壞了就會丟棄 不過如果撿到的民眾 根本沒有留下任何相關訊息 壞掉的食物 恐怕得等修過法 才能處置傷透腦筋 三天新聞網稍微追容台南報導